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好我今天有时间 所以从这个机会回到林祭司来看看 我离开林祭司应该有四十多年 都没有回来过 虽然长年在海外回台湾 都没有到林祭司来看过 这次回来看看 很多地方都变更了 大门还在 大门没有改变 这个小钟楼还在 这个大殿变样子 这个移动 方位也变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老同修 老一辈的同修 现在就用真光发色 真蛮发色 刚刚过去的 我不知道 听说今天 才六七 第六个七 这些老人 非常非常地难得 那么我是民国四十八年 农历 七月三十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圣诞 我在林祭司七度 大概在林祭司战后 出家 我是第一个人 在那个时代 寺院里面 住者是空军的眷属 还有两户 是警察局 眷属 当时的住持 兴武法斯 我出家的缘分 也比较特殊 我是四十二年 学佛 四十八年 出家 学佛之后 倾近张家大师的时间 等我 倾近他老人家 那个时候 我二十六岁 英国四十二年 张家大师 六十五岁 是我祖父辈的人 他大我三十九岁 他叫我 走出家 这个路子 然后也告诉我 出家 拜老师 拜师父 他给我讲 他说 你不要去 找这些法师 我说 那怎么出家 他给我讲 如果你去找这个老和尚 想跟他出家 老和尚不答应你 你是不是会很难过 那当然了 所以他就告诉我 他说 你找佛菩萨 天天向佛菩萨求 让老师来找你 那就容易了 我们找老师难了 我就真听他的话 在台中 跟李宾南老师 学经教 我跟李老师 在出家之前 我跟他一年三个月 在台中学经教 寿和月 学了十三部经 学得很欢喜 我们的进度很快 差不多是一个月 学一部经 这个标准呢 是能够上台去讲 所以我在妹出家之前 我能讲十三部经 我能讲十三部经 在这个时候 我有感应 好像出家的语言 快要成熟了 我告诉我的同学 大概我在台中 住的时间不会太久 同学们问我 同学们问我 大概还有多少时间 我说不出六个月 我可能出家的缘分成熟了 结果没想到 过了两个月 林基寺的方丈 心悟发誓 派人到台中去找我 找我干什么 希望我到林基寺来出家 我就想到这个张家大师 就华应一 他来找我 也很诚意 他派着林居寺 那个时候 就是以后他也出家了 林居寺是福州人 跟新悟发誓同乡 让他到台中去找我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多月 他找了我九次 这个心很沉了 所以我就答应了 向李老师报告 李老师怎么说 人家一找你 你就答应了 我说老师 他来了九次了 很诚意 我也很感动 所以我才答应 老师是不赞成我自己 希望我在台中 继续跟他学教 都是好心 我跟老师说 老师在台中 奖金教学已经十年 我才到台中 才一年多 那些老同学 他们学得多 我说我赶不上他 如果我出家 把工作辞掉 我想应当 两年的时间 我就能追上 我就能赶上 老师在台中 十年的教学 老师听了之后 觉得也有道理 难分难适的 送我到火车站 那个火车到圆山站下车 下车就到寺庙里来了 那么跟寺庙谈的是有条件 不做金灿佛事 我不搞这个问题 我要继续学习金教 心无法是同意 我每一个月到台中去住一个星期 清净以老死 那么往返的车票 寺庙里常住 要负责给我们买的负担 这个费用 这个学都打印了 所以我这个出家是条件很优厚的 继续在这个学经教 那么我出家之前 在革命事件研究院工作 所以也认识不少人 当时这边空军眷属住在寺庙里 我们就找到总司令 找到他 请他帮忙 把这个眷属 正好那时候空军总部建一批眷属新村 他们列入最优先 精神建好之后 先把他们切除 那么警察两户后来都切除了 寺庙才渐渐地恢复 在那个时候确实相当地艰难 这是民国四十八年 今年九十八年 五十年 五十年 所以我一出家 是格圣发司 找我 到这个师婆寺三藏学院教书 所以算是我一出家 就开始奖金教书 那么在外面奖金 也是 我们一个四兄弟 明循法司 现在住在南头 那个时候 他在台东 在台东创办了一个连世 台东连世 请我去讲经 我记得是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第一部讲的经 阿南问是佛基心经 在台东连世 第一次讲经 第一次在学教学 是在 是不是 三藏学院 非常难得了 有这么一个基研 但是自己感觉的 学的东西太少 所以我在寺庙里 出家 两年 在受戒 受了戒之后 我就想 有必要 继续深造 所以我就 向白山法司告假 那个时候就住持 白山法司 他老人家也同意 我到台中 缺席 我跟他讲 我说过年的时候 我回到长州来 老和尚的生日 我回来 给老和尚出手 那么老和尚也同意 也答应 我记得过年的时候 我回来 有一天 老和尚告诉我 你们出去的人 还想再回来 我听到这个口气不对 这个 问题出现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想 我想我还是 学经教重要 既然老和尚要签我的单 那我就没有法子 回到台中之后 李老师很慈悲 让我住在 慈光图书馆 所以我在慈光图书馆 就住了不少年 先后 我在台中 清静李老师身 这个经教的基础 才打下去 所以以后 这个寺院 我们就很清楚 而且李老师 曾经好几次的告诉我 但是你发现 走弘法李生 这个路是好事 可是现在的社会 跟从前不一样 如果你讲经讲得不好 寺庙里的应该还可以住 人家风似 笑话 如果你真正讲得好 可能你就走投无路 所以老师把这个话 交代得很清楚 那么我们就知道 洪华李生 以后在寺院里 可能都没有这个缘分 好在有一些居室的道场 居室到场 他们欢迎我们去讲几文件 但是都不可能长度 我们中国古老的谚语所说的 人无千日好 花无贵日香 所以人与人相处 这个千日就是三年了 所以我心里就有数 无论在哪个地方 环境再好 不会超过三年 就都准备走路了 所以你离开道场 这么多年 我们走遍了全世界 确确确实实 是像张家大师所说 李老师所说 一点都没说 我们遇到的困难 太多太多 但是唯一能够安慰自己的 张家大师就问 说释迦牟尼佛了 释迦牟尼佛一生 没到场 树下一宵 日中一时 那我比释迦牟尼佛 还幸福得多了 我虽然没有到场 无论哪个地方 请我住讲经 借贷都很好 所以住了 也住的地方都不错 您是其居 都能照顾到 比释迦牟尼佛好多了 这就是唯一的安慰 秦迦牟尼佛 这个唐馆长 王森 我就设了一个 长时间照顾我的人 他对我闷得很大 如果不是他三十年的照顾 我们不可能成就 为什么呢 讲经教训需要安定的环境 以及信仰能定的相当 你才能够深入境障 所以他三十年的照顾 这个闷得太大 没有这个三十年照顾 纵然有好老书记 引导 很不容易成就 那么他过世的时候 过世之后 印尼 我们秦迷的图书馆 不能住了 他又得要离开 离开 侦探着呢 我们就接受新加坡 居士林墓 林墓园的林长殿邀请 在唐太平家间教训 也确实很有成就 我在新加坡住要三年半 居士林墓园成为东南亚第一道场 许多同修都曾经去参讨过 好在我到这个新加坡 没几天 我就告诉我们的同学 那时候物资被点跟着我去的时候 有二十多人 我跟大家讲 不是我们这一次能够到新加坡 新加坡两个户房 内户呢 林墓园 外户是李光耀 不是这两个人 有一个人呢 要出事情 我们就得全覆盖 要离开林家 正在这个时候 很难得 澳洲的 移民部的部长 那个时候 我每一年到澳洲去奖金一个月 好像也有很多年了 跟部长见了面 部长到我们道场来访问 他非常希望我移民到澳洲去 帮助澳洲 团结宗教 团结族群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 三年当中 把这个新加坡九个宗教 团结在一起 像兄弟姐妹 一家人一样 当时政府 那时候的总统 也是华人 非常欢喜 王鼎昌 那么觉得我们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对于社会安全 有保重 那么这些事 这些可能都传到澳洲 所以澳洲这个部长呢 欢迎我们到这区 给我一个特别的签证 我的手足在香港 零四百败 那么到澳洲之后 澳洲确实是好地方 地大 人心 所以房地产非常便宜 跟新加坡完全不一样 新加坡寸突寸惊 所以 我们在那个地方呢 接连 尽忠学会 尽忠学院 我们自己 永远不到 这样一来 我们这个物资队的同学 跟到我去 以前 在图书馆出家的 我总算是 帮他们 找到一个固定 新学的道场 以后 不必再到处 看别人的脸色 大家心也就定下来 世出事件法 要想成就 都必须有一个 安定的环境 那我在澳洲 这是2000年 年底 我是一年到澳洲 那么2001年 911事件 发生 这个在 西方社会 是一件大事 我在澳洲 有两个道场 一个道场 在市区 在布里斯班 静宗 学会 另外一个道场 在山上 静宗修运 在山上 我常住在山上 有一天 布里斯班的 昆斯兰大学的校长 派了两个教授 来找我 说明来意 邀请我 到学校 跟他们 和平学院的老师 教授们 举行个座谈会 讨论的题目呢 就是 如何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这是一档好事情 所以我就答应 去参加这个会议 才知道 全世界 有八所大学 是有和平学院 普通大学的 没听说有和平学院 所以才有和平学院 那么教授 大概将近有二十几个 二十几个教授 我听了他们的报告 然后 这些教授们 希望我提供一点建议 我遇到这么一段事情 当时我告诉大家 或者这就像在乎治病一样 必须把病院找到 对阵下药 这才能解决问题 冲突 真正的音 不是在冲突的两方 他们听到很奇怪 真的在哪里呢 不是在家庭 这他们没想到 你看看 你看看现在 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地区 你们都知道 离婚率多少 而且 这样的人 他走进社会 他能不冲突吗 确实 和平学院 没想到这个问题 然后我再告诉他 还有更深一层的冲突 真的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讲 本性跟习性的冲突 你看三字经常讲的 人知出信本身 信相近 信相远 习习惯了 习惯是说是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这是你本身 或者西方人 跟他讲这个道理 他很难理解 我就举个比喻给大家说 我说譬如 利害当前 你是先想自利 还是先想利他 大家都说 当然是自利 我说每个人都想自利 不就冲突不发生了吗 那么这一下子就有 假如利害当前 我们第一个念头 想到利他 就冲突不就没有了吗 给他这么一个信息 他们听到也很欢喜 所以过了一个信息 又找我 开做堂会 学校已经准备了 想聘请我 做堂文学校的教授 我辞谢 我说没有这个必要 我不希望要这个同行 但是我很喜欢 跟你们教授 举行做堂会 校长 另外还有一个学校 大学校长 他们两位来告诉 希望我能够接受 学校的聘书 接受学校 赠送我的博士学位 我就问为什么 他就希望 我能够代表大学 代表澳洲 参加联合过的 过激活病会 所以联合过 聘请 邀请的这些 这些专家学者 都是教授的身份 都拥有博士学位 希望我能够代表 把这种理念告诉我 联合过 与会的这些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大事情 不是一种小事情 现在社会叹乱 整个世界 就这么 我是这样 在这个情形之下 接收 他们的学位 也跟这个教授的兴趣 那么从03年开始 就代表学校参加过几位 参加了十几次 我们把中国五千年来 祖宗教 长治久安之道 介绍给联合过的会友们 他们听了 非常欢喜 也从来都没想到 但是会后 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吃饭 在一起聊天 就有不少人 习出质疑 这是法师 你讲得很好 可能这是理想 做不到 我听到这个话 很吃惊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真正严重的问题 这是性行危机 如果对古圣先行的教会 产生疑惑 那这个问题真的不能解决了 化解他们的疑惑 只有一个办法 做出样子来给他看 他才会相信 所以我在澳洲 在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 想做一个生意 语言不成熟 零五五年 我有七十年 没回老家就看了 回到我的安徽出生地 去看看 还有不少亲朋好友 我就把我这些年 在过际上遇到这些困难 跟大家说明 家乡父老 很欢喜 听了之后 他就回来做 我们家乡人支持 所以我就在家乡办一个 文化教育中心 培养一批老师 要求这批老师 教人 一定先教自己 自己如果没学好 就不能够教化别人 所以老师们 很热情 很认真的 在很短的时间 把地资规落实 真正做到 真正做到 开始下乡入户 我们用身教 就是把地资规 做出来 给人看 这样很多人感动 然后我们在开班教学 来的人就多了 一听说这个地方 讲传统文化 大家多乐意来 那么这些年 产生很大的效果 我们也把这一桩事情 在联合国做了 八个小时的报告 还做了三天的展览 那么这是 一种特殊的缘分 为世界安定和平 做出一点点 贡献 要想 真正 发现冲突 恢复社会的安定和平 除了团结宗教 找不到第二种方法 那么现在 不但我们佛教有问题 几乎每个宗教都有问题 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共同的 就是没有人才 一流的 大四季的人才 没有啊 这个问题 每一个宗教 都在提出来 如何培养 这个世间 低业流的 大四季 我常常想这个问题 中国古人的教训 夜闻深入 常识熏修 我在台中求学的时代 李老师常常告诉我 我们也把这一段事情 真点记在心里 等待机缘 可是机缘等不到 让我们越来越着急 年岁催人 四十八年 我在这里出家 你看今年五十一年 一谈纸就过去了 有几个人 真正能发心 一不经济 下十年功夫 他就能成为 低等的 哈拉斯 发现的人 难找 修学的环境 也难找 什么地方 能够提供一个环境 照顾十年 你十年 什么都不要操心 好好地去在京教上下功夫 在现前这个时代 末化时期 真正能成就 实在说呢 只有净土法 净土法 离太深 四不难 四很容易 成功的秘诀 成功的秘诀 就是真信 不能有丝毫怀疑 要真信 要发愿 愿深净土 欧耶大师 在弥陀要解里头 讲得好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幸愿之有 至于 往生净土的品位 那是 灭佛功夫的 深情 现在的社会 跟古时候 不能比 古时候社会 不要说 很古吧 我到台湾来的时候 38年 60年前 台湾的人口 600万人 人 纯厚 老实啊 我们刚刚到台湾 人地僧疏 去找个朋友 问个路 你看 路上 敲担子 卖 小 点心的 我们问他路 他能把担子放下来 带着我们去走 陪着我们走一段 现在没有了 有很浓 的人情味 人心是定的 相信每个人都是好人 现在人心里变 人是好人 都怀疑了 在那个时候 没有人怀疑 人都是好人 人只足 信本身 深信不疑 现在整个社会变 那么换句话说 诱惑的力量太大 障碍太多 纵然你念佛念得很好 灵敏宗室 未必能往上 这是大问题 所以 诅念 就太重要了 有个很如法的 诅念的 他就能够 保护你 破除了 这些障碍 保护你 安安全全 念佛 往生进度 这个重要 那这个祝念 要用什么方法呢 应光大死 在文朝里头 他有一篇文章 林宗三大药 那就是说明 实在讲 他写了一本 真是替我们现在人心 他知道现在的社会问题 张难之多 那念佛功夫起 也不必说 功夫深的 都不能保证 这个话我们要相信 所以我们对于 这个祝念 就非常重视 我们 在这个末法时期 在这个灾难 平凡的时代 首先 我们不能利益众生 至少 我们要度自己 真正度自己 你只抓到 净土 五经 一论 如果 写五经 一论 还太多呢 那你找 两样 你想 阿弥陀佛经 跟无量寿经 这两本就够了 那么你要想 明了经典里面的意思 《无量寿经》 偶爷大事的要节 要节还有讲义 原音法式的讲义 可以做参考 联时大事的疏忠 过去我都讲过 尽头五经一论都讲过 可以提供大家的参考 祖师的语录 诸位 只要看 应光大事文朝 就够了 其他的 我们可以不必设计 专修一尽 专念一头 没有一个不成就 所以这时 我们应当要注意 至于 自己感到年龄还可 还年轻 真正发普及性 为续佛会运 为红发一生 我希望能学一门 经教 专顾 圣灵 不变更 你学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再来的 不要贪图 夜门 夜门 深夜门 常识 专须 夜窃经里面 专功一样 过去祖师大德告诉我 夜经通了 夜窃经就通 这个通是讲开悟 夜门它有个好处 夜门大概在我想的时候 三五年着重夜门 他就得三位 我们说学净土的人得念佛三位 三位就是心清静 心定 六七年就可能开悟 这一开悟 真的一切都贯同 通了之后 一就学一门 同一门 为什么 给后人做个好样子 这无量功德 这是真实实力 那么我这些年来 每一天的讲华严谨 本来我不想讲华严 专讲净土 华严谨 华严谨的三个人齐情 第一个是台南的开心法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他 过去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每一次见面 每一次见面就要求我讲华严谨 我没拒绝我也没答应 经太长了 第二位呢 是北京的黄念祖老 他也是找 希望我把华严谨讲一遍 留下这个录像 提供给后人 做参考 第三位 是华严谨图书馆的韩馆长 他在往生前年 肯切地要求我答应他 我在这个新加坡住的时候 把这个事情告诉黎莫元去死 他听来非常唤醒 当时发动几个联影 来向我提醒 所以华严谨是这么开始 华严跟净途关系非常密切 前华严谨主持 讲得好 乾隆师父的 他说 博量寿经 就是中本华严 这个话讲得 有道理啊 华严经末后 舍大愿望倒归极落 那么换一句话说 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是小本无量寿经 这三个经可以说是一部经 详细讲解是华严 六说 是无量寿经 便于受持 作为早晚扩送 阿弥陀经最方便 这是我们要认识的 一心归净土 所以我现在虽然讲华严呢 也是实时只归的净土 决定不能把方向目标 把错了 坚定 信命 业性持名求生净土 没有一个不成就 我们这一生就没有归来 那么这次我回到台湾来 主要是治牙齿 这个几个月之前 吃东西感觉到不太方便 这一检查呢 才知道是严重的牙周病 那现在呢 手术 大手术 都已经做完成了 这牙齿还要养一段时期 最后 还有一点小手术 大概还需要 一个半月的样子 这就能做好 那么我也很感谢 台湾的同修道主 也感谢台湾政府的领导 对我都很关照 也很希望我能再回到台湾来 讲经鸿法 那我离开台湾这么多年 到处走了走 所以我跟台湾同学说 还是台湾好 我就劝大家了 台外边最好得回来 台湾人还是有佛报 说佛的人很多 肯不识 所以这个 这个金融风暴 你们不要害怕 台湾人命里都有钱 丢都丢不掉 这个钱怎么来的呢 越识越多吧 肯不识吧 所以我们要能够注重能力道德 在佛法里面能够真正 我们进宗学会成立 我们提了五个科目 必须学习 静夜三福 六合计 三学六度 后弦 十月 这是我们的行门 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想到 不五倍 佛菩萨的教育 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 变成工作 在人进 这些年 我们也特别强调 地指挥的学习 感应篇的学习 十善业道的学习 这是乳师道的三个根 无论修学哪一派 哪一个范围 根都必须要炸好 没有根 我们就很难成就 如果这三个根炸实 无论修学习师道 都会有成就 今天时间也到了 我想我就讲到子弟 以后我相信我们还有缘分 这些年来奖金 我多半是在网络 都用网络 都用微信电视 所以诸位同修 无论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天天在一起 如果有问题 有问题可以写出来 记到我们这条 我会每一个星期 有一天解答问题 面对这个心血 为大家来解答 非常感谢 我们老居士 感谢诸位法师 感谢诸位同学 祝福 祝位身体健康 发炎俗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